不要碰我妹妹 她还是个大学生 回家 你放开我 我不回家 不回去 你想干吗呀你 怎么了 这么多人看着你 丢不丢人呀 我都已经二十岁了 我怎么不能来呀 你还嫌丢人是吗 你来这就不丢人了 你放我回家 放开我 虽然她是你妹妹 你也不能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就这么醉 干什么 干什么 你给我听好了 回去转告你们老板 下次要是再敢 让叶景初进来的话 我不会照顾你们的 没事 没事 要疼 疼死我了 你干吗找到事来了呀 你还问我 我还没有问你呢 你说你穿成这样 丢人在这儿干吗呢 这衣服借来了 弄坏怎么还呀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还敢借衣服穿 我说你这丫头 你 你 严明珠 你好讨厌啊 给我回来你 喂 你 天哪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这么乱 传来传去都没人管的吗 那是和顺工程的监理吧 呦 我是这个项目的设计方 我是苏森 真的吗 是啊 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太荣幸啊 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你谁啊 走开 什么 他从他离开 他是我的 好 好 看来你的人气很高啊 好吧 下次再见 对不起 什么 水悠 喂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明明不是会讲中文吗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忘了 我一直都是跟在你身边的跟屁球啊 是 跟屁球 听说你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 你怎么都不来找我 我很忙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什么 这边实在是太巧了 跟我走 来了 去哪儿 走了 干什么拉拉扯扯的 来来来来 来啦 行 行 行 你拉我去哪儿啊 就是这儿啊 你看 这边环境又好 而且又安静 自从我们美国分别之后 我好久都没有见过你 有好的话都要跟你说呢 很可惜 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的 自从我们分开之后 我感觉 整个人都自在多了 是吗 是吗 可是 那么有远大报复的一个人 竟然到我爸的工地上 当了一个什么监理 喂 你不会已经告诉你的家里人 我就是状利的吗 当然没有了 我知道 你爷爷是因为我爸 所以才破产的 这种话 我怎么会跟他说呢 你明明知道 我们有这层关系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 这层关系又怎么样 你想呀 罗密欧跟朱丽叶呢 不管有多大的阻力 都是会在一起的 你谁什么罗密欧啊 你是想让我跟罗密欧一样去死吗 刚才聊的我们都已经聊完了啊 再见 晚安 等等等等 不许到 你干嘛 你要去哪里啊 当然是回家了 回家 可是你喝了这么多酒 怎么回家啊 要不然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谢谢 我有车 张忠敏 我在这儿 再见 朱丽 喂 李成 你为什么老这样拒绝我嘛 吗 知道吗 你好 如果我们回家 是想把我给你 我可以 把你带着 你带着 你带到我 都不给你 那我带着 你们来带着 我带着 大家好 我叫叶明珠 请坐 高中毕业 你们为什么让他来面试 经理 业明的上次一期二期 测试的时候 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 对啊 连我们公司的人 都被他击败了 他的各个文凭超过了十个 对啊 那又能怎样 你们以为我们现在 在找的是 现场的技术工人吗 你们别忘了 我们现在招的是 公司的技术骨干 知道吗 我真的非常喜欢建筑设计 而且我也非常希望 可以加入到彭达集团 这是我的很多资格证书 都是相关于建筑业的 请您看一下 下经理 来来来 出来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谈 不好意思 李建理 我现在正在工作 没时间和你谈 面试不是现在 最重要的事吧 上次的钢筋 为什么没有换 你们这么做 会对整个大厦的结果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你不知道吗 如果你们非要怎么弄 那我就有权利 终止你们的事故权利 谢谢 不要碰我妹妹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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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你在这上班啊 你 这什么表情 装作会认识我 来来来 抬起头来 看看我是谁 等一下 等一下 原来你们俩认识啊 不认识 晓晓 这个女人是谁 她是我们技术开发部门 想聘请的新职员 你们技术开发部 还要聘请回武功的人呢 什么武功 发挥的武功可多了 什么琴拿就 爸 我跟这位先生 之前有一点小小的误会 希望不要影响面世 如果那是小小的误会 那请问什么才是大大的误会 拜托你有什么时间以后再说好吗 那是什么时候 你是在约我吗 不要 行了 你可以出去了 什么 什么意思 我说你可以出去了 可是我的面试还没有结束啊 你还没有看完我的证书呢 但是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你仅仅高中毕业 而且现在正在找工作 还是个武林高手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不需要武林高手 请回吧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们不是要找建筑业的精英吗 我觉得我 不需要了 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 你的面试已经失败了 请回吧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知道出去的门在哪儿吗 请回吧 行了 你们也先出去休息吧 是 祝你们好连 李建立 不好意思 能不能等我的工作结束以后 我再跟你谈 这对你来说面试比较重要 可对我来说 建立整个大厦的质量更重要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前 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说李建立 你应该懂得什么叫尊重人吧 我现在是这个公司的项目经理 我正在工作 难道我没有在工作吗 你还要去看 是在给我打关枪啊 我哪还要打关枪 你是真傻还是在装傻 不过也是 你从小脑子就不好使 比那个江里差远了 怎么 现在脑子不好使 连眼神也不好使了 到现在还没有认出我是谁呢 你 你 你不会是李超吧 你为什么不会是李超 那么久没见 你现在怎么样 还好吧 小小 你的能力确实有问题 像我这么重要的人 你至少得查一下吧 我对你很深 这位小姐 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别过来 首席 你还快跑 再来 您现在 那你见到人 因为不管你在哪里 上天都是会 把我们绑在一起的 无聊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需要告诉你吗 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你去哪里 你是不是有一个 很大的游艇啊 那你就是要去海边喽 你要是喜欢大海呢 我就去山里 你要是喜欢大山呢 我就去海里 你怎么这样说啊 你再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爸 你就是江里 你居然敢用这个威胁我 那你说我还能信任你吗 不过 你爸早要回来 你你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做不做无所谓了 喂 李超 你你不怕我 你怎么说是什么呢 我还看你了 你不怕我 我怕你了 你不怕我 你不怕我 我就可以经常来看你 我是真的很想被面试上的